政府修改行政会委员通则 修改的内容包括离任的行政委员及其家属 可以继续享有各项的医疗福利待遇 行政会发言人梁沁廷表示 这不是特别为谁杜身定造去谋求福利 而对于行政会被批评 在立法工作上把关不够严谨 梁沁廷承认是有改善的空间 梁沁廷认为只要政府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相信有助社会理解政策 而立法的工作也能做得更好 二位是谢娜娜 刘俊勇澳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